大家好,我们今天造访的歌舍是中国有名的唐山阳光总歌舍 大家都知道今年来唐山阳光不断巨资引进最大赛场上的歌王冠军 而且自己也赢得了威力五官歌王冠军和二二年神奇四官歌王总冠军 那么今天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进唐山阳光的总歌舍 一窥这一座神奇的宝藏 而且它也是中国当今最实战的总歌舍之一 走吧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王总的总歌舍 这里面就是中国最顶尖职业赛的歌王冠军和高位入上歌 我们进来一窥这些神奇珍贵的总歌 像这种单间里面有多少间 像这个单间我有47间 每个总歌有一间 一个里头放一对鸽子 一个歌舍里面有八个单间 而且里面外面有一个共同的亮棚 亮棚 好,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今天非常集聚代表的总歌吧 来,朋友们 这只就是咱们的第一种熊 这只就是歌王七 看,这就是12年KBB长距离全国歌王七名 他曾经赢得过利文治全国的第九名 卡尔全国的十二名 还有布瑞福全国的143名 用三场长距离的赛事赢得了歌王七 进入总歌舍之后呢 他给唐山阳光赢得了高达八千多万的奖金 这是一语名副其实的超级的赛总功 那我们现在请王总给我们上手一下这只鸽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鸽子 有什么特别之数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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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宝刀未老了 来,你给大伙展示展示 好 老了 他出生于一厘年四二四三三七七 可以看到这与神奇的总工啊 现在已经有了13岁的高龄 他在什么时候结束育种的 就今年不生了 去年还生了 去年还正常生了 所以说他育种生涯达到了12年的高龄 是与非常漂亮的陶沙眼 起形中等 腔体中等 他的肌肉稍微有一点萎缩 但是肌肉的柔软度 年轻应该是很细腻柔软的 这个鸽子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整齐 五架硬朗 毛片 很细腻 贴身 段子一样 这鸽子的毛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轻松的拉开吃 主腹分明 主语和富语的连接很好 富语非常的漂亮 榜面也比较大 比例恰当 这个鸽子整个的结构呀 身形呀都是很漂亮的 中等体型 腰部力量饱满 一字为 我们看到很多的黄金种工 很多的时候都是中等 甚至偏小的体型 我们看一下他的口腔 这只鸽子口腔非常的美 可以说在欧洲非常距离赛时鸽子的口腔真的很完美 费恶劣天气鸽子的口腔要很讲究 台湾人非常讲究 虽然老了你看这边都有点白内障了 但是鸽子的活力还是很好的 朝代是不错的 然后这只是咱的2211 这只鸽子直接是 格斯顿·范德瓦尔乃老小子的 子孙也是代表质子698的超级育种质子 配的是110 这也是一个黄金组合的超级育种质子 他的后代呢 他也为王总他们斩金获银有几千万以上 而且他育种是非常非凡的 那请王总我们招式来展示一下 现在他育种还是正常的 育种正常 这只鸽子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13年的10岁的高龄 可以看这只鸽子呢 还是非常典型的奶酪小子 中高腔 剃肉柔软 龙骨 中等 不成 尸骨紧闭 真的很典型的奶酪个型特点 毛很好 肌肉量风大 肌肉量风大 我看一下另一边吃饭 腰部力量非常的饱满 一字为 基本条件很够 前胸比较宽 很漂亮 熊哥 那现在这只配对词 是什么特别的词格呢 这只配对词就是咱的灰金号 咱的第一种词 第一种词 灰金号 我们一堵方龙 灰金号呢 他出生于2011年 他赢得了2011年 KBDB小中距离歌王冠军 他也是鲁迪迪尔斯 民歌小好手的直接外孙 毛很好 中等 他的脊型是稍修长的 修长脊型 肌肉量重的 骨架很硬 他的腔气和他的身形 对比来说是中等 稍稍偏高 稍稍偏高一些 毛片很好 所以我经常说这个鸽子的毛片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很贴身很柔滑 好鸽子 好毛 前提的基础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 绑壁厚度中等 轻松的就拉开了 这个鸽子呢 是一只简形的速度鸽 它在速度赛中 赢得了KBDB小中距离歌王冠军 你可以看到 它的绑条尖且长 后几根绑条破风 非常的明显 富于短且厚实 尾斑也是比较好的 这只鸽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个 脏辉鱼林般 非常好的毛质 龙骨和尺骨之间间距 非常的紧密 尺骨 中间有间隙 但是它的尺骨 非常的强壮厚实 十二岁的高龄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头臂 非常的秀美秀气 鼻型很小 就像两三岁的瓷歌 秀气这个 很秀气的瓷歌 所以说这语瓷歌 一定是推动摇篮之手 因为它也配歌王漆 而且它的女儿配歌王漆 现在也配二一一 这是鸽子呢 它的后代也可以说是 阳光最发挥的 最核心的品行 所以说是 一语金母一除鹰 所以它的后代 真的是保驾护航 而且我们通常 其实我们学基因的 我们就知道 瓷歌的也延续性 它的DNA是一定可以延传 很多代很多代的 人类呢 我们雄性的 就很难追溯上去 而瓷性可以追溯到 几百年以前 所以这只瓷歌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不是看的好 它确实是因为证明了自己 我们也觉得它很好 而且这只瓷歌呢 现在已经12岁高龄了 今年作语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问题 这是咱以神级的 众哥以及赛哥 这只鸽子是 威力庄园的 五官歌王冠军 二十几年飞的 18年的 这就是18年 威力五官歌王的 总冠军 他也是歌王妻 配灰金号女儿的 直接孙代是吧 对 这只鸽子的父亲 是二二一一配灰金 母亲是 歌王妻配灰金 配灰金女儿 近亲的 这只鸽子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也就是说是 我觉得这只鸽子 是你们的梦想 为什么这么说 他赢得了 威力五官歌王冠军 赢得奖金高达 三千五百W 而且呢 他把你们歌手里面 最重要的四只鸽子 都汇聚在一起 所以他的祖父 六九八的侄子 二二二一一 配的母歌手 那是灰金号 他的外祖父 歌王妻 他的外祖母 那是灰金号的侄女 所以说这真的是 一门豪杰 血统非常的震撼 而且他也是 灰金号的一个 近亲回血 所以说这只鸽子 那我相信 他进入总歌手之后 一定会给 唐生阳光 带来更大的辉煌 因为他这种 近亲的鸽子 可以走得很远 而他有沉寂验证了自己 我觉得这只鸽子 真的是你们一生的荣耀 他现在进入总歌手 已经有五年了 他的后代发挥 这个鸽子 刚拍回来的时候 我借人来的 然后后期回来以后 直接在鱼外水中 他的女儿 赢了一千多万 非常阁王七位 非常震撼 所以他是一个 非常直线垂直遗传的 而且他的成绩 他的玉种 他给你赢得的奖金 真的是一身的荣耀 非常特别的鸽子 所以说这只鸽子的身形结构 它真的是一个混合体 我看摸上去 又有灰金号的感觉 又有阁王七的感觉 而且还有一点二二一一的感觉 他这种体型的枪体结构 还是有点像二二一一 他玩意融合了 我家最好的四只鸽子 对最好的鸽子 而且他作为主妇 外祖父 祖母 外祖母 都是最核心的 非常特别的熊鸽 这一鸽子是我18年 凯尔四冠的歌王总冠军 18年凯尔俱乐部四冠歌王冠军 因为看到这羽熊鸽 非常特别 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的羽熊鸽 这只鸽子做出的 直接做出去年神奇的歌王冠军 哇太牛的 所以就说 他是18年 凯尔俱乐部四冠歌王总冠军 做出来了 22年神奇四冠歌王总冠军 因为你18年 飞穿了三只歌王冠军 我的感觉太难以置信了 这只鸽子 那就和其他的鸽子 稍微有点不同 它活力更好 骨架很硬朗 比那几只更硬 骨架更硬 中等的体型 龙骨 你可以看到和持骨之间的间距 非常紧 尸骨非常紧闭 强壮 很有活力 这与熊鸽是什么系统 这只鸽子父亲 还是源自于咱家的 2211配徽杰 母亲是歌王妻的外孙女 他的爸爸和那只鸽子的爸爸 是亲兄弟 亲兄弟 亲兄弟 所以说18年 凯尔四冠歌王总冠军 和18年威力五冠歌王冠军 他们两个是堂兄弟 而且他的母系里面 又有直接歌王妻的直接学系 所以他们的学系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可以看到 唐上阳光的鸽子 成绩飞得很好 而且最为核心的是 他都出自于一个自己的基础品系 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也就是说是 王总之前说 他潜心在育中 他有耐心在培养鸽子 所以我觉得 他的鸽子很容易 很好的去延展下去 因为他的歌系非常的相似 然后再加外学 和他基础品系 很容易成功 很特别 他们整体的翅膀绑条 他都比较类似 二二幼幼和灰镜号 后三根绑条 长切斩 这种多关赛 中国最高端职业赛的 蒋哥飞下来 真的是身体条件 综合条件 都是非常漂亮的 腰部尾巴 平衡感 这与熊哥的活力 非常的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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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另一件 非常重要的VIP歌手 所以他总共 王总说 他总共有47个 这样的弹尖 这里面都是 他最核心的种歌 来 看看这一只 来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与神奇的歌词 这只歌的是 开尔冠军的父亲 OK 18年开尔四冠歌王冠军的父亲 对 神奇冠军的爷爷 18年开尔歌王冠军 非常像他的爸爸 非常的相似 而且这只鸽子的 女儿还做出了别人引进的 做出的阳光的四冠军 很漂亮 说心里话 我觉得这只鸽子手感 比开尔四冠歌王冠军的手感更好 从摸起来 它的肌肉量稍微 比那这样大脸更加整齐 骨架依然的强壮 和这个他的儿子 非常的相似 但是手感觉得比他儿子 还更好一些 要更好一些 紫罗兰眼睛 非常有神明有活力 非常漂亮的翅膀 可以看后三根条 基本在同一个水平面 主腹连接紧密 主腹差异大 旁面比例非常的强大 旁边厚度中等 可以看到 腰部 依字尾下压 平衡感非常好 腰体稍微偏高 骨架极其的硬朗 骨架非常的硬朗 龙骨和尸骨之间 尖气非常的小 尸骨非常的强壮紧密 至于鸽子口腔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是中国 这种打赛场上 多关的话 鸽子的口腔真的很漂亮 很好的宇宏鸽 超级品级 这只鸽子就是花头好手 19年 KD BD 长玉驴的鸽王的冠军 我们可以看一下17年的3033516 当时重金的钱 当时花了多少钱 600万 600万人民币的天价 这只鸽子上手是一个中等体积 这鸽子非常大的特点就是 轻 飘 然后骨架硬 我们看一下它的翅膀 绑臂厚度中等 可以 轻松的拉开翅膀 绑条破风凉好 很有活力的羽雄鸽 大白条 腰部也不错 一字尾下压 这只鸽子的指甲 还是特别长的 很有特色 它是一羽亮沙眼 通常来说花鸽子 一般很容易说是紫罗兰 或者暗沙眼 这只鸽子很特别 它是一个逃沙 很有活力的羽雄鸽 这只鸽子就是 22年山西神奇的 鸽王冠军 对 可以看到 王总他们堂上阳光 不仅重金买 而且自己飞出来的 超级的纪录歌 都很好地保持在自己的总歌舌 从他的祖父 到爸爸 凯尔歌王冠军 到他二年神奇阳光 都在歌舌保持得非常地好 这个鸽子特别亲和力特别好 王总给大家介绍 朋友们 这只鸽子就是咱最近飞的一只 鸽王的冠军 去年22年神奇四官鸽王院内总冠军 它也是挑战者的 对 这只鸽子是挑战者十万组的冠军 这只鸽子 这只也赢得了巨额的奖金 可以看到 狮王的绑条 富宇 竹宇 这整个的衔接 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爸爸也是 凯尔四官狗王冠军 非常的独特 这宝还换毛了 鸽子这个腰部 非常的饱满 就简直是一条拱形的腰 腰部饱满 而且很宽 一字尾下压 可以看到 依然是一个逃杀眼 很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腔体中等偏高 然后龙骨 钳质 粗壮且长 龙骨和尺骨之间 间距非常的紧闭 而且很强壮 这是当时你们自己 拍摆了多少钱 四百万 是这也四百万 全会最高的一个 所以就是说 当然王王他们自己 重金买了很多的名歌 但是很少去宣传 真的这个歌声 我来拜访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 这种职业赛的歌王 真的是质量太高了 整体的水平 真的是不亚于欧洲 KBD歌王冠军 平均水平 今天我来到这个歌手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震恨 品质太高了 那这个棚里的 都是引进的这些冠军了 这只就是咱家 那个引进的那只 爱卡普的决赛冠军 歌王冠军 决赛冠军 歌王冠军 这是19年引进的吗 对19年 这是后代发挥的如何 后代今年已经飞了歌王亚军 歌王五名 你的奖励是比较多的 有奖励比较多的 这是当时引进的价格高吗 这只歌的是600万 600万 这是共同赛的冠军 决赛冠军 歌王冠军 几关歌王冠军 两关歌王冠军 三关歌王冠军 决赛冠军 这只歌词的毛质 非常的柔华 铁身 骨架硬朗 中等体型 因为它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点 它整个的体型 应该是一个中等体型 中等体型 上腹感好 上腹感好 毛很好很高 是吧很漂亮 它这个歌词 它在复语期间 这个语条较宽 它的特点 和你自己的品系的歌词 稍微有点不同 它有点区别 但是很聪慧的语熊歌 前置偏高 龙骨 长度失踪 龙骨和持骨之间的坚矩 非常小 持骨紧闭 所以说 从大赛场上来下来的歌词 身体的基本条件 都是很过硬的 这是打头熊歌 很有大气 这只鸽子是阳光大鹏的歌王冠军 这是在你们阳光大鹏公鹏飞出来的歌王冠军 你们自己拍回来的 自己拍回来的 这个当时花了多少钱 不太贵 七八十万吧 是几几年的 去年的 二十一年的 这只鸽子是一个大体熊歌 这只鸽子是当时是预赛第五名 决赛第九名歌王冠军 翅膀偏长 翅膀偏长 可以看到它的主轴非常的长 对 大翅膀 对这是二一年 当时阳光大鹏 双光歌王冠军 双光歌王冠军 决赛 决赛的九名 决赛九名 我们预赛的五名 中等偏大的体型 稍微身体长度也比较长 对 枪体 偏高 龙骨非常的硬 尸骨紧闭 龙骨之间和尸骨 尖区非常非常小 很规整的羽熊歌 肌肉 它稍微有一点点硬 这个歌 肉小 肉小 它肌肉量是大 但是它不是非常柔软的羽熊歌 但是它的成绩非常的好 很聪明 中等 稍稍偏大 枪体有点高 骨架很硬 结构很整齐 漂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长羽 竹羽 大翅膀 这就是一个典型 变成感极佳 这只鸽子是 春潮共棚决赛冠军 这只鸽子是 19年凯尔四关歌王的总冠军 这只鸽子是 宇航共棚的决赛冠军 就白的 这只鸽子是咱 就是咱那只赞助那场免费比赛的 五关歌王的总冠军 两万多余的 对 可以看到唐山阳光呢 历年来不断的引进 不同宫棚 奖棚 跟综合歌王冠军 而且他所有最好的讲歌 都巨资 买回来 不断的去培育 而且围绕着自己的歌王七位 慧金浩这样的品气 不断的培育 所以说好上配好的 不断的在赛场上验证 然后培养起来一个 非常宝藏级的歌手 我们今天欣赏到 这样品级的歌手 我们深感荣耀 我们也跟广大的歌友 去一同分享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顶级的歌子 他们是如何作与歌子 如何培养歌子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一切灵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